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老师的猜测应该和你一样 否则他不会特意关注这起案件 他没有结婚 又向来洁身自好 如果不是怀疑袁庭的身世 他怎么会和做亲子鉴定的医生有交集 看袁庭的表现 我猜张卓应该是拿到了亲子鉴定报告的 他们父子是见过面的 我猜张卓的身世 若不是张卓拿到了鉴定报告 她是不会联络袁婷的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是某国王子 袁婷大概就是这个体验吧 但她没想到的是 等待她的不是富裕和幸福 而是绝望 药油 你是说烫伤药的药油 是吗 是吗 张浩严重烧伤住院 袁婷如果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肯定会去看望张浩 药油可能就是在张浩那里蹭到的 嗯 你观察得好细致啊 平时有没有也这么认真地看我呢 对 我做了 很不错 你 我做了 我做了 你做了 我做了 你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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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 所以在园厅动手的时候 一心赎罪的黄老师 没做任何反抗 大概是因为抑郁症 导致他的想法很悲观吧 我让助理想办法从诊所那里 弄到那份亲自监听报告 不然我们之前的推测 都没有证据支持 在法庭上不具备说服力 你还记得那瓶狼姆酒吗 你还记得那瓶狼姆酒吗 按照崔元和黄老师谈话的习惯 他们俩很可能会喝酒 而袁婷手里 有黄老师原来打算用来自杀的情话物 刚好可以投入酒中 把这瓶狼姆酒的来自杀的情话 你还记得那瓶狼姆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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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却没有改变事情的结果 用崔元留下的领带谋害黄老师 一样可以一时二秒 让崔元为调包案付出代价 supper 飞机 вид 剂 四 二 五 应该是的 楼下的花园很容易翻进来 大晚上的屋外站个人 也很难被人注意 而且崔元离开后 园亭也很可能是从工具房顶 翻窗户进入书房的 所以警方只查到了 崔元一人的出入记录 那瓶有毒的郎母酒 应该也是在当晚 被园亭处理掉了 园亭的票是使用过的 高铁站有记录 你是说 袁亭用张浩的身份证 买了高铁票 在案发期间返回过卫明市 作案之后 他第二次利用张浩的身份 再去联手 直到警方通知他黄老师被害 才用自己的身份 回到卫明市 我让人去查张浩的乘车记录 还有 黄老师电脑里的那个 加密文件夹里是什么 会不会与本案有关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